你见过能够穿真的面条吗 而你绝对想不到 这竟是一个七岁小女孩做的 她甚至还可以蒙着眼睛做 最初的面条比头发丝还要细 在一家面馆的后厨 趁面大师傅的旁边还有一个趁面小师傅 那甩面的力道绝不输成年人 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 竟把这和她一样高的面团摆弄得明明白白 稚嫩的面孔里 却透露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老成和冷静 所有人看着她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 原来女孩从一年前开始学习 只学了六个月就会了 但大师傅却认为很不可思议 因为玩面团必须得需要力量 可女孩不仅面条成的好 口感也很劲道 许多个人吃了以后都赞不绝口 说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趁面师傅更是表示 女孩和她做的面条差距不大 甚至有时候都已经超过了她 可是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是想着怎么玩呢 而她却怎么会喜欢做面条呢 女孩说原来她做这些都是为了多帮帮父亲 有一次她亲眼看见父亲跟厨师争吵了起来 她看到父亲落寞的背影 心疼极了 于是就暗暗的下了决心 要默默的努力帮助她 从那以后她就开始偷偷的学艺 努力的练习 不辞辛苦的背负起了家庭的责任 然而父亲知道后却很难过 为女儿的过分懂事而心痛 而在她的心里 她只希望女儿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并且健康快乐的长大就行 不过女儿却说 她将来想继承父业 把面馆传承下去 也许做面条就是她对父亲爱的诠释 也是她成长的开始 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小情人 今世的天心小棉袄 世上最美的莫过于妇女情深 其实世界很大 幸福却很小 来来去去 人生常态 到最后 只有亲情才是永远